以万烈的天真,几种勇敢隐瞒 我初见心狠,一旋天地伤 今天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条热搜 叫周深张碧晨常驻北京卫视 我还以为他俩以常驻嘉宾的身份 又上了北京卫视某档综艺节目呢 可点开一看,发现上当了 来了来了,他们带着新歌走来了 一个是天籁唱将周深 一个是实力歌手张碧晨 周深张碧晨常驻北京卫视不走了 前脚里两人共聚子进城 唱响字里行间里的光亮 后箱里两人胡诸夫人再聚首 已无旁骛之吻,邪克深情 鱼音绕梁,夹骗金曲 这样的神仙碰撞绝对入坑不亏 哈哈,这波营销可以 一条热搜带动两部电视剧 两位歌手四个主题曲赚大了 为什么这波营销不令人排斥呢 甚至还有一种给小编加鸡腿的冲动 首先,周深和张碧晨都是有口皆碑的实力歌者 其次,上次紫禁城里周深的光亮和张碧晨的字里行间确实好听 这次在胡诸夫人里,周深的已无旁骛之吻和张碧晨的邪克依然是两首佳作 好声音加好歌曲,神仙碰撞,鼻音绕阳 果然是入坑不亏 不只是歌迷入坑不亏 这两部剧请他们献身也绝对不亏 说起来,周深和张碧晨很有渊源 但这样在某个场合常驻同台 上一次还是七年前 2014年,他们一集登上好声音舞台 张碧晨是前一个,周深是后一个 播出也是同一期 张碧晨演唱了一首《他说》 成功获得四传 最终他终于选择了纳英导师 在小黑屋里的周深 听到张碧晨的声音 觉得太稳了 他第一印象是唱得非常稳 然后他唱了,我觉得哦 唱得好厉害 然后一上去,哇,让我更紧张了 顿感压力好大 周深随后登台 演唱了一首《欢言》 也获得三传 张碧晨在一旁听了大为震惊 觉得这个弟弟的声音 是没法用音区,技术等概念去定义的 因为太特别了 只能用开口话三个字去形容 就他算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团宠 就是因为他人很可爱 然后唱歌是个起外号叫开口话 就是别人都是开口贵 他是开口,你听他唱歌你就化了 就是空灵也好,鲜也好 最终周深也选择了加入纳英组 从此张碧晨和周深就成了小二班的师姐师弟 张碧晨还说那时的周深是小二班的团宠 不过后来的好声音之旅却大有不同 张碧晨一路过关斩将,卫师一成 先后战胜了魏雪曼,张江,李佳格,陈斌 以纳英组的冠军晋级总决赛 并最终夺得年度总冠军 而周深在导师组内考核第一站就遗憾的止步 虽然他与李维共同献唱了一首无懈可击的舞台 贝加尔湖畔 但纳英在左右权衡之后 最终还是做出了一个痛苦的抉择 舍弃周深留下李维 一个是总冠军,一个是完全没有名次 虽然两个人的好声音之旅有所不同 但比赛后两人歌唱事业的发展 其实大同小异,都没有一炮而红 靠好声音热度走流量路线 而是靠慢慢沉淀,后继勃发才走到的精神 另外,他们在歌唱事业上 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 都是影视主题曲大户 周深最出名的代表作是《大鱼》 2016年动画电影《大鱼海棠逆象曲》 也是周深演艺事业的翻身之作 除此之外,周深演唱的主题曲其实数不胜数 如电影《悬崖之上》的同名主题曲 电影《处不可及》同名推广曲 电影《水行物语》同名推广曲 电视剧《大江大河2》主题曲《河光同城》 而张碧成最知名的主题曲 应该是和杨宗伟一起演唱的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合唱》的片尾曲《梁梁》 以及《花千古插曲》《年轮》 此外还有《楚桥传》片头曲《望》 电影《年少轻狂》同名主题曲 电视剧《青云志》片尾曲《时光笔墨》 《长歌行片头曲》《光的方向》 正是周深和张碧成 这种为影视主题曲事业 滋滋奉献的精神 让他们在七年后再次相遇在北京卫视 相聚在紫禁城 献唱于《胡诸夫人》 开启一场奇妙的神仙碰撞 这次的周深的光亮和已无旁骛之吻 张碧成的邪客和自理行间 虽然是两位歌手演唱四首不同的歌曲 但整体来听你会有一种相似的感觉 就是声音里的那种诉说感和治愈的力量 是的 周深和张碧成都是那种 歌声里没有明显技术痕迹的歌手 他们有技术 但是你听到的不是技术 而是感受到技术 转化出的那种天籁的美感和动人的情感 四首歌曲都是好歌 但好的歌手真的是对作品的二次创作 他们能恰到好处的诠释作品中的故事与情感 去打动每一位听众 回首十年好歌声所有优胜学员 张碧成和周深应该是实力最强 也发展的最好的学员之二 目前两个人都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很有潜力成为这一代年轻歌手中的顶梁柱 请不吝点赞 订icks